OK啊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啊 看到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啊 我们首页这边 我说呢有一个购物车的信息 对吧 我需要呢去查看一下 我这个用户购物车中商品的一个数目啊 对于到这里的话啊 或许这个商品的数目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就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啊 就是还是呢 跟我们的利手量季度一样 我们需要呢去做一个分析 那么这个分析的话 你需要知道的就是啊 还是第一个问题 跟我们的历史软件季度一样 就是什么时候 我去添加这个历史软件 购物车记录啊 就是什么时候 那么添加购物车记录 OK 那么这个你就要考虑一下啊 什么时候进一个添加 是不是用户呢 点击加入购物车的时候 我添加对吧 那么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呢 有几个页面上是有的 你比如说这个页面呢 我们还没做 但是呢 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静态页面啊 静态页面里面 首先有一个叫做 Aesthetic 里面有一个 Detail这个页面 对吧 Detail这个页面 是不是有个加入购物车 对吧 你在这边一点击 我是不是应该加入购物车 对吧 然后呢 还有一个页面呢 是我们这个 List的页面啊 List的Aesthetic 下面呢 有一个List啊 List的Aesthetic 你在这边点击 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个小的购物车 对吧 你点击是不是也加进去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啊 加入 添加购物车记录的时候 就是当用户呢 点击 当我们的啊 当 用户 点击 加入 购物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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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添加这个购物车记录 需要添加我们的购物车记录 OK 这是它的一个添加啊 然后再往下呢 还是跟我们的这个 一样的啊 List的Aesthetic 什么时候需要去获取这个购物车记录 什么时候需要啊 获取购物车记录 OK 那么这部分的话 你就要考虑一下什么时候获取 对吧 你是不是要用到购物车里面数据的时候 你要获取 对吧 比如说我要获取用户购物车里面上面的数目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数目拿出来 对吧 同样的道理啊 在我们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就是这个cut里面填庙 我进入这个购物车页面 我用户购物车里面的上 这些信息 你是不是都要拿出来 所以这一部分啊 我们在这里面获取的话 当然这个 我们需要使用到购物车中的数据 购物车中的数据 还有呢 是这个访问和这个访问购物车页面的时候 那么你需要呢 获取这个购物车记录啊 需要获取我们的购物车记录 OK 那么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呢 还是跟我们的列流量记录 就是在这里面 使用什么存储我们的购物车记录 对吧 使用啊 什么 那么 存储 购物车记录 存储啊 哎 购物车记录 购物车啊 记录 那么这个的话 你跟你要知道啊 购物车记录呢 它跟这个例子浏览记录一样 用户呢 浏览商品比较快 那么同样的道理 用户呢 他比如他 他进入这个详情页面 他添加购物车 他是不是可以一直点 对吧 假如说一直点的话 你加入购物车 你就要对应着 一直要对表呢 进行一个操作啊 像这部分的话 我们说操作的话 也是你如果存在表里面 你需要不停的去操作这个数据表 为了提高它的一个效率 我们还是呢 使用这个 Redis呢 存储啊 购物车记录啊 Redis存储我们的 哎 购物车记录 OK 那么 知道它之后 然后第四点 还是我们同样的啊 竟然是从这个 使用Redis呢 存储我们的购物车记录 那么现在呢 你就要去分析 哎 存储购物车记录的一个格式啊 存储 哎 购物车记录的格式 好 这个格式的话 你在这边要分析一下啊 我们 首先还是 是一个用户的购物车记录 用一条数据来保存 还是所有用户的购物车记录 用一条数据保存 哎 对吧 跟我们利润就一样 其实它最好的方法呢 是一个 用户的购物车 记录 用一条数据 保存 好 关键是保存的时候 我应该选择哪一种类型 好 那么 现在你就要分析一下啊 我们在做之前 对吧 选择这个类型之前 我们就要先分析一下啊 那么当我用户 添加商品到购物车的时候 我应该保存哪些内容 好 我应该保存哪些内容啊 就我用户呢 把这个 比如说我用户把这个商品 是不是加入进去了 对吧 比如说我想加三点 我一点加购物车 你要你要记住哪些内容 啊 好 啊 啊 还有数量啊 还有数量啊 OK啊 那么其实呢 我们给大家说呀 有的说这个价格 对吧 哎 名字 数量 那么现在你考虑一下啊 我用户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吧 用户把某一个商品 加到购物车里面 我是不是只需要知道 哪一个商品就可以了 其他我还需不需要知道 是吧 我只要知道这个商品 我的他的商品的价格 简介我是不是都有 是吧 除此之外啊 我还要知道一个地方 你就是往你的购物车里面 你加这个商品 你加了几件 对吧 所以呢 两个地方呢 是你需要记录的啊 一个呢 就是加入到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SQID 对吧 对应的ID啊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你把这个商品 往购物车里面 加了几件啊 所以呢 用户一点击 加入购物车的时候 这两个数据呢 是需要记录的啊 就是对应商品的ID 还有呢 这个加入到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一个数量啊 然后你知道这两个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选择这个数据类型 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几种数据类型 Stream 然后呢 List 对吧 还有这个 Hashi SET ZSET 哪一种比较合适 哪种比较合适啊 好 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啊 我们看到啊 ZSET和SET ZSET 那么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你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 首先我们先设计一下这个 哎 键的格式 对吧 比如说这个键的格式呢 购物车键的格式呢 我前面就以CUT开头 后面呢 对应的写一个 用户的 ID 对吧 哎 用户的 ID 是不是只要 用户ID 唯一的这购物车记录 对应的键就是它 对吧 关键是后面对应的是什么类型啊 对应的什么类型 那么现在你考虑一下 比如说啊 我们还用这个列表 那么用列表的话 我们历史浏览记录的话 我是不是只需要记录一个ID 对吧 但是呢 我的购物车记录的话 你要同时去记录这个商品的ID和商品的一个数量 那么我如果用列表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这种格式来设计啊 比如说你用户呢 往购物车里面加了商品ID为1的 加了5件 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1 对号5 对吧 然后呢 商品ID为2的 你加3件 我是不是可以写一个2 写一个3 对吧 你这样是不是可以做到 那你做到的话 假如说我用户加完这个商品之后 对吧 我ID为2的 我又往里面又加了两件 你是不是要拆分字符传 再做一个加 再写进去 对吧 这里面是不是 它是可以做到 但是你得这样做 对吧 那么除了它之外 有没有更好的 好 那么看这个啊 哈希 哈希的话 我们说它里面是不是都是属性和值的形式 属性和值的形式 那么我如果选用哈希的话 我也是啊 这个件的名字 我们就是cut 对吧 后面跟上一个用户的ID 然后呢 后面哈希的时候 这个属性 对吧 我是不是就可以记录这个商品的ID 对吧 属性的话 就是对应商品的这个 SQ的ID SQ的ID 好 然后呢 值呢 这个属性对应的值 是不是就这个 可以呢 记录用户加到构成里面 这个商品加到多少件 是吧 我们就可以呢 写一个商品数目啊 商品数目 OK 同样道理 比如说用户又加了一个商品 对吧 我再来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就是SQ ID 2啊 ID 2 好 对应的值是不是也是这个商品的数目 吧 商品的数目啊 商品的数目 OK 那么这个呢 你会发现啊 就是我们如果选择哈希的话 它比这个 List呢 要好啊 要好 在这里面最终我们保存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的就是这个 哈希啊 就是哈希 来使用哈希呢 去保存这个用户的购物车记录 那么同时一个用户的购物车记录呢 用一条数据来保存 那么保存的时候呢 这个键的格式呢 就是cut 后面呢 跟上一个用户的ID 好 后面呢 哎 这个哈希里面每一个元素呢 属性就是对应的商品的ID 那么属性对应的值呢 就是用户这个购物车里面 这个商品加入了多少键啊 加入了一个数量 OK啊 这就是它的一个格式啊 它的格式 好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格式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格式之后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啊 在我们首页上方呢 我说这里面呢 首页这边 我们需要去显示用户 用户购物车里面商品的一个数量 对吧 那么至于这个地方显示什么啊 这个地方显示什么 看你的一个需求啊 就是有些网站呢 它可能是要把这个商品的总数 给它显示出来 对吧 哎 有些网站呢 它可能是显示你这个商品 是不是加了多少个 如果要显示这个条数的话 有几条 哎 有几条 是不是两条 对吧 这个这个 我们就这样写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有一个例子 你在说 哎 用户呢 写的是这样的 哎 这里面有一个对应的 哎 例子啊 比如说这个例子呢 是这样的 哎 用户ID呢 为1 哎 这个cut1呢 是它对应的键 然后它里面呢 加入了这 这样的一些数据 对吧 比如说他加了这个用户ID为1的 哎 商品ID为1的 他加了三件 对吧 然后商品ID为2的 他加了这个 哎 商品ID啊 为2的 他加了这个 5件 那我如果 要显示这个用户ID为1的 这个购物车里面商品的数目 如果我要显示条数的话 是不是只有两个商品 对吧 如果我要显示商品总数目的话 是不是三 需要把值取出来加 3加5等于8 对吧 那么 这个呢 在我们这边呢 我们就是直接显示这个 条数啊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网站 它的购物车里面 显示的时候 它只显示这个条数 对吧 并不是显示这个总数量啊 那么你知道 既然显示这个条数之后 哎 显示条数的话 我是不是显示条数的话 我去取它的一个条数 怎么取 你是不是只需要把这个 里面的元素的数量 给它拿到去行了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哎 看一下我们的哈希啊 那么在哈希里面 你注意在这里面啊 参考命令这边 它里面有一个 叫做这个命令 那么这个命令 叫做HLens啊 HLens里面呢 就是根据一个 可以返回它里面 预的一个数量 现在就返回它里面 有多少条数据啊 那么这里面 就HLens的这个命令 你只要知道 这个HLens这个命令之后 那我们取用户购物车里面 商品的一个条数 好不好取 我是不是只要HLens啊 我是不是只要HLens 然后呢 传入这卡的1 是不是到了 对吧 就是啊 获取 用户 那么 购物车中 购物车中 商品的 条目数啊 商品的 哎 条目数 好 那么你只需要呢 去使用我们的这个 哎 HLens 对吧 使用HLens啊 就可以做到 哎 这是他啊 这是他啊 啊 OK啊 使用HLens 我们呢 就可以呢 把它 获取出来啊 获取出来 OK啊 那么这里面是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 好 好 感谢观看